台北市长候选人首场电视辩论会今天下午登场 独却现任市长柯文哲 另外四人在辩论会上对他轮番炮轰 柯文哲对遭到围攻显得毫不在意 表示传统媒体打了他一年也没把他怎样 柯文哲不参加首场电视辩论会有何盘算 台湾时事评论员杨泰顺王峰带来深入观察 继国民党云林县长候选人张立善日前宣布辞去民意代表职务 专心打选战之后 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在昨晚也对外宣布 即日起辞去民进党及不分区民意代表职务 民进党在高雄市执政二十年 陈其迈为何也走到了背水一战这一步 蓝绿阵营县市长候选人当中还会有人辞去限职打选战吗 台湾时事评论员杨泰顺王峰又全面解析 美国将于11月5号重启对伊朗能源和银行等领域制裁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国对于与伊朗达成新的全面核协议持开放态度 伊朗方面则表示 美国的这一轮制裁对伊朗经济没什么影响 美国对于制裁前景如何 时事评论员郭献刚带来独家分析 海峡新战线两岸看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战线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项目各位问好 选好作案六贵福 全国连锁新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福主宝剧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新闻 台当局安全部门主管彭胜竹 一号坦承该部门监控台湾的网络社群 侦查内容包括 有没有人在网上所谓诋毁蔡英文等 对此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三号晚间批评说 至少他当政时期 台当局不会这么做 民众对他提出批评不是犯罪 而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 在三号晚间也在脸书上发文痛批 蔡英文应该为民进党当局的 离谱行为道歉 他还表示 民进党应该去落实他的党名 对于每个人或者是政治人 有po的这些Facebook的东西 都会在遵收范围 只要是公开的 只要是他是公开的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你怎么去定位 那我们看到的是争议的讯息 那从这些争议信息里面去 我们再去由各个部会 一起来做检讨 11月1号台安全部门证实 要盯台湾民众在网上的发言 尤其是诋毁蔡英文的讯息 都是侦搜方向 2号国民党街名 代表许玉仁加码爆料 这些平台业者 他们都跟我曾经过 在今年的时候 都曾经被政府的高层 找去喝咖啡 要求交出平台的用户资料 请问一下这件事情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对此台安全部门发出新闻稿 约以否认 称该单位针对所谓大陆 及境外敌对势力 散布足以影响台湾安全或利益 危害社会安定等信息 实时通报台当局 全责机关处理 并无针对个人社群团体 进行针对性监控追踪 3号晚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在高雄复选时 被媒体问到有关问题时 做出回应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日前曾在脸书发文澄清说 在自己脸书上公开发表意见 谁都无权干涉 更不会受到监控 对此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 3号晚在脸书发文质疑说 承认进行网络监控的是 台当局安全部门主管 到底哪个是假新闻啊 丁守中说 民主进步党的党民是要落实 不是补八字骗选票的 蔡英文需要的不是澄清 是要为民进党当局 这些离谱行为道歉 新北市长朱立伦 4号来到台南市复选时 也对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予以痛批 就以上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声源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客主 首先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 要请教一下杨教授了 那就是台安全部门 他现在承认自己存在 征搜这个社交网络的情况 那他这么做 究竟有什么样的政治盘算呢 因为我们常常把网名叫成是酸民嘛 就是说你现在不错 你现在高高在上 那我平常要跟你见个面 也不容易见到 那我对日常生活 我有很多的抱怨 我无处可申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网络的这个媒体 来做一个发泄 一个宣泄 所以网络上面大部分的 这个网络的这个内容的传播 大概都是比较负面的一些讯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民进党当然他觉得 这个是对他不利 这个破坏他的这个形象 所以就发出说 要来做这个网络的这个征收 那甚至有些人讲说 他是不是要来做网络的控管 那民进党是公开的否认 说他不会去做这种控管 他征收只是要了解 这个网络的这种语情的走向 什么等等 那么做了很多的这种粉饰的这种说法 可是我们晓得这有寒财效应 如果说我在网络上 po一个什么样的讯息 那我主观上我认为说 有人在背后在看我这些东西 那我在表达这个意见的时候 多少都会有一些节制 对那如果说甚至有人 因为这样受到一些法律的 这种追溯的话 那所产生的效应可能就更可观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现在讲说征收 恐怕大部分的网民 都不会相信说只有征收 只有说是了解 网络言论的这种走向而已 那么这些征收所留下来的资料 说不定哪一天就被拿出来做 秋后算账啊 所以我认为说现在的这个做法 其实已经严重影响到 这个言论的这种自由 所以如果说真正的 我们要维护网络的这个干净的话 那么我觉得应该要成立一个 比较中立客观的这个小组 来作为一个申诉的单位 如果任何人觉得说 他在网络上被不公平的对待 都可以去向这个单位来投诉 那确实民进党上台这两年多来 也发生了很多在马英九主政的这个时期 都不能想象会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像这一次什么假新闻啊 还有这个监控网络社群等等 那是不是就说明现在民进党当局 已经是方寸大乱了呢 王老师 当然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 造成的一个原因啊 当然就是说韩国瑜悬风 韩国瑜的这个悬风所造成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高雄呢 是民进党当局一个统治基础 那这个统治基础呢 如果受到韩国瑜悬风 因为我们知道韩国瑜悬风之所以形成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来源 就是网络 那所以呢 这个网络的力量会颠覆掉民进党当局 在高雄的这样的一个统治基础的话 那他们是非常惊恐的 他们是非常恐惧的 那所以呢他们必须应用啊 一个新的威权统治的一个方式啊 来巩固他们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就是威权领导啊 威权领导 那换句话说 他们必须用威权复辟的方式 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我想这个现象啊 我的看法就是说啊 代表民进党当局啊 全面崩溃的一个前奏 当一个所谓号称民主自由啊 所谓民主自由的政权啊 他采取这种用不自由不民主的方式的话 就代表这样的一个政权 他即将面临全面崩解的一个前奏 这个两年半的时间啊 他可以说是得罪了台湾的全民 全民都得罪了 任何一个政权 不管他是一个威权体制 还是一个独裁体制啊 当他得罪了全民的时候 他就面临全面的一个挑战 脸书的真房 就以我个人为例来说的话 2016年5月20号 一直到这个今年年初啊 我个人就被这个封锁了四次之多 每一次有时候 有一次长达三个月以上 这个其他的大概都是 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 可是呢 那这个脸书他跟你封锁啊 他经常是没有任何预警 他也不告诉你 他也不告诉你原因 他也不告诉你说 你哪一篇文章写错了 我加引号的写错 你哪篇文章写错了 或者是哪一个字得罪了他 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在台湾啊 这个脸书啊 你如果说被封锁 你是完全没有罪名的 那换句话说 现阶段台湾啊 面临一个全面崩溃的一个状况 这个全面崩溃的状况是谁造成的 不是这个国民党造成的 也不是老百姓造成的 而是这个民进党当局所造成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势啊 已经非常清楚 好的 这一话题我们先讨论到这里 接下来带您关注台北市长选情 台北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 今天下午登场 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选择不参加 而柯文哲昨天晚间发表脸书 驳斥对手 关于他没有政绩的批评 他呛声说对手连网络搜索引擎都不会用 台北市长候选人首场电视辩论会 4号下午在台湾TVBS电视台举行 5名市长候选人当中 包括国民党的丁守中 民进党的姚文志 以及无党籍的李希坤 吴厄阳等4人都到场 唯独缺了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媒体提问阶段 谈到柯文哲的决策与领导的强弱象 4个人火力全开 狂轰柯文哲只会作秀 政策摇摆 遇到事情只会推诿谢泽 4年来给台北市民做了最坏示范 据知情人士透露 台北市长候选人辩论会 本来就只办4号下午这一场 因为柯文哲不参加 所以台湾公事打算在本月10号再办一场 柯文哲日前表态 会参加10号的那场辩论会 至于缺席首场电视辩论会 会成为其他候选人的剑拔 柯文哲4号上午在接受采访时 显得不以为意 对于选举对手攻击他没有政绩 柯文哲非常不屑 三号晚间柯文哲就在脸书上亲自发文 驳斥外界关于他缺乏政绩的批评 柯文哲表示 每次听到对手攻击我们没有政绩 我就觉得很无聊 对手连网络搜索引擎都不会用 他说只要上网搜一下柯批政绩懒人包 就会有很多四年来台北市政府政绩的整理 4号当天不参加首场辩论会的柯文哲形成满档 我们现在思考如果让这个人流变成金流 台北要人流更要金流 台湾媒体解读 柯文哲的这一口号 与韩国瑜的高雄发大财遥相呼应 而两个人同属于高人气的政治明星 也被猜测是否会携手合作 参加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很有创意 我跟你说 我们台湾就是阴谋论太多了 有时候搞不清楚 这些阴谋论的幕后到底在想什么 据知情人士透露 台北市长候选人辩论会 本来是指办今天下午这一场 但是因为柯文哲不参加 所以又有了10号的第二场 而且柯文哲的表态是他愿意参加 但是能看出来他的态度还是颇为勉强的 就是有一种我不陪你们玩这种感觉 那想请教一下教授 他为什么不是很积极 是不是有一些战术上面的考虑 就这个选举的策略上来讲 在民意调查上面领先的这个候选人 一般都不太愿意去跟这个 在后面追他的候选人 来进行这个公开辩论 因为我已经领先了 那我只要维持这样一个优势 一直撑到这个投票日 那我就当选了 那我为什么要冒这么大一个风险 我跟你站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平台上面 然后被你来这个来拷问 这么来这个拿我的政绩出来这个做检讨 那万一我回答的不是很恰当的话 那也许在那个辩论以后 我就开始往下走了 所以一般领先的候选人 都大概都不会去选择 做一个公开辩论 柯文哲这一次拒绝这个辩论 那么他将来可能会后悔 柯文哲也许他 他自己这个一厢情愿认为说 我不去也许他们两个就互咬 那其实没有这回事了 因为这两个都是落后的候选人 当然是要以这个攻击这个主要领先的这个候选人 为他们辩论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这个辩论完以后 那柯文哲恐怕会后悔他没有参加这场辩论比赛 因为在这样差距这么小的情况之下 然后如果说国民党的候选人能够善于利用这个机会 讲出一套的这个论述 然后利用这个机会 把这个国民党的支持者的力量凝聚起来 那柯文哲现在所享有的优势 恐怕就变成过眼于烟了 因为我们知道台北市是蓝大于绿的一个 一个传统的这个选区 那过去因为柯文哲好像他的对手的这个形象 是这个正二代的 他诸如此类的 那么使得他这个占了一个便宜 可以顺利的这个大选 然后加上民进党也没提候选人 那如果就他这样拒绝 没有办法把他的施政的政绩来做一个陈述 来做一个接受公众的一个检验 那我认为今天的这个辩论 可能就是他的身世开始往下走的一个起点 那也值得我们观察 那今天台湾媒体其实还有一篇报道 就是说这个有来一个人士表示说 柯文哲的这个争议言论是从来没有断过 反映出了医生的自傲优越感 那虽然柯文哲在年轻群体当中还是很受欢迎 但是稍微年长一些的群体 对他还是很有负面观感的 请教一下王先生您怎么看 柯文哲台北市政当局 把这个重阳禁老军删除之后 这个对老年人这个是非常不爽的 为什么呢 一方面就是说你没有进到一个 敬老尊贤的一个基本的道德的义务 另外一个就是说老年人有一种被剥夺感 这个老年人他口袋里面就是一点点钱 你还把这一个几千块的这个重阳禁老金把它删除 这个对老年人来说他们是非常的反感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柯文哲可能会撕掉很多的老人票 再来就是说这一个柯文哲在四年的这个任期当中 完全没有政绩 那这个没有政绩对于老年人或者是中壮年的选民来说 这个是非常反感的 那韩国瑜批评这个高雄是又老又穷 那事实上在台北也可以说是不遑多让 过去的若干年可以说是过去的十年 就是台北的101大楼盖好之后啊 我们看不到台北有什么大的公共工程 或者说是大的建筑物 那甚至于我们如果走在这个台北市中校东路三段四段 有很多淡黄区的这个商店都出租 甚至于租给了夹娃娃机 这代表什么呢 台北市的经济正在走下坡 台北市朝向一个所谓的又老又穷的状况 台北市的首长 台北市长难道没有责任吗 所以年纪大的人或者中壮年人 对于柯文哲四年的过程当中 他的政绩乏善可乘啊 也是跌有繁衍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认为他也是失分的 第三个就是说他经常口不择言 乱说话 不管是在面对这个网络媒体 或者是大众媒体的时候 他经常为了表现他自己 这个与众不同 或者说是表现自己清明的作风 可是呢往往适得其反 让这个中壮年老年人觉得他讲话没有一个分寸 讲话不尊重这个别人 而且呢不尊重妇女 有一种这种负面的这种形象 所以这个口不择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我认为他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失分的 好的那关于柯文哲的话题呢 我们先讨论到这里 进一段广告稍后带您关注 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奇迈 昨晚宣布辞去民进党及不分区民意代表的职务 专心打选战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据台湾媒体报道 继国民党云林县长候选人张立善日前宣布辞去民意代表职务 专心打选战之后 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奇迈 在昨晚的选举造势晚会上也是宣布 即日起辞去民进党及不分区民意代表职务 他表示未来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守住高雄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奇迈 三号晚间举办所谓劳动者之夜造势晚会 他在会场上宣布辞去不分区民意代表现职 背水一战力拼高雄胜选 持续向选民喊话 陈奇迈誓言守住高雄 据台湾媒体报道 这场造势晚会约有两万多人参加 高雄市的860家总工会 产业工会 企业工会 职业工会 有523名理事长加入了 陈奇迈大高雄劳工后援总会 18家总工会中更有15家成为后援总会成员 高雄的各家公营事业单位工会几乎全数加入 蔡英文办公室秘书长 高雄市前市长陈菊也再度为陈奇迈站台 十一月四号蔡英文以民进党主席身份 在陈菊 邱毅盈 陈奇迈太太吴红的陈菊下 前往高雄骑山天后宫残败 期间蔡英文为陈奇迈助选拉抬选情 另据报道 对于陈奇迈辞去不分区名义代表职务 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四号回应说 尊重陈奇迈的决定 所以陈奇迈委员做这个决定 我尊重他 可惜的就是高雄市少了一席立委 据台湾媒体报道 在这次台湾县市长选举中 陈奇迈不是第一个辞去县职的 11月2号国民党云林县长候选人张立善率先破釜沉舟 正式宣布辞去立法委员的职务 我希望好好的打一场选战 张立善是国民党籍不分区名义代表 也是云林县唯一的蓝营名代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此前曾表示 不分区名代当初就承诺过 如果获得县市长选举提名 要在适当时间请辞 因此张立善的举动 并不令对手意外 张立善和李静勇的云林县长之争 已经是第二度交手 2014年张立善首度参选得票率为43% 李静勇的得票率达到了57% 双方差距5.7万票 台湾媒体分析 张立善请辞民意代表背水一战 或将有助于催出影性支持者的选票 眼看张立善陈其迈辞职 有人询问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志是否跟进 姚文志把决定权推给了民进党中央 本来我参选的时候就要迟 但是党内的高层多次劝阻我 认为说区域立委如果辞职要改选 会让选举的问题更复杂 所以我配合整个党的意见 至于国民党台中市长候选人卢秀燕 则是回应要重新思考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纵容民进党的现任市长 可以代持滥用行政资源 来为他自己造势 所以我最近在重新思考 谢谢 对此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4号在南投服选时表示 卢秀燕是国民党籍的区域民意代表 不必辞职 近来蓝绿阵营 县市长候选人是陆续有人 开始请辞民意代表 全力的去投入选战 想请教一下教授 您觉得候选人在词与不词之间 要做怎样的选择考量呢 我想这个各个选区 他的情势不一样 这个选择可能也就不一样 如果以姚文志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他是台北市的市长 民进党提命的候选人 我觉得他如果辞职的话 他这个效益就不会太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到现在 都还相当迟疑 要不要去采取这个动作 为什么说他的这个辞职的动作 不会太大 因为你要做这个事情 最好你是打第一炮的人 打开第一枪的人 然后大家都会对你的这种高风亮节 对你这种这个 对这个不去守的这个既得的这个利益 会对你多好表示一些佩服 你到第二第三枪再去做这件事情的人 人家就觉得说你就是跟风 你就觉得说第一个做这个事情的人 好像在媒体在舆论的反应上不错 所以你才去跟风 所以对第二第三个人做这样事情来讲 可能效果就不会太好 比如像张立善他为什么辞掉 因为他的对手是李静勇 李静勇是争取连任的这个县长 那对一个争取连任的县长 他县政府的资源可以运用的就很多了 到各地方去绑装去拜票 什么可能都是用到县府的这种资源 所以张立善他说 我先辞掉这个立法委员的职务 我不用政府的这些公款来从事选举 那多少就会让选民去思考 那我们现在争取连任这个候选人 他有没有用到公款 那绝对是有的 吴行中就对比了 对 就给选民一个对比的这种机会 那如果说今天杨文智他的对象 他的目标是丁守中的话 那他如果说这个也先去宣布辞职 这个选民没有办法感受到说 好像蓝营都在利用他的这个公家资源 那只有你最清廉 这种印象没有办法形成 然后再一个呢 这个杨文智他是在三个候选人里面 他排名最后 而且这个最后不是拉锯的最后 是遥遥落后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这个杨文智他的这个竞选经费 是暖囊羞涩 一定是触经见走 这个我们用猜都可以猜得出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如果保持他的立法委员的这个职位的话 他有十个公家出钱的助理可以运用 对不对 那十个人这个放在他的这个竞选办公室 也能够做蛮多的事情 那如果他今天一下子说 好 那我也辞掉立法委员的这个职位 那这些政府的补助马上就停止了 那对于他后面还有二十天的这个选战 他怎么样去走完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姚文智在被问到说 你是不是愿意东施孝平 学其他的这个选区 也辞掉这个立法委员的职务 那他会有比其他的候选人更多的犹豫 那不知道刚刚这个杨教授的观点 王老师是否会认同 你说这个民进党在高雄市是执政二十年了 竟然陈其脉也要走到破釜沉舟这一招 那这个是为什么对他最后的这个二十天选情 有帮助吗 我想正如刚刚这个杨教授所说的 我完全认同 那基本上啊 现阶段就是说 如果说两种情况嘛 一种就是选票够的话 选票够的话 选票够的话 那当然这个陈其脉他顺理成章要担任这个高雄市长的话 那当然他也必须辞掉这一个不分区的职务 他不可能同时兼任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高雄的选票不够 高雄垮了 那垮了不得了啊 那是真的是地动天摇 地动天摇的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蔡英文也垮 陈菊跟赖清德都会受到这个连锁的骨牌反应啊 骨牌效应啊 整个就倒掉 那这个整个倒掉的话 那更没有陈其脉立足的余地 可是呢 这个台北当局还是由民进党掌握住的啊 不管蔡英文 蔡英文可能会辞掉民进党的党主席 可是他领导人他还是继续担任啊 那所以呢 陈其脉很可能他会被给予一个公营事业的一个首长担任 让他在那一边可以所谓的徐途再起 也说不定 陈其脉的辞职完全没有政治上的效力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陈其脉昨天晚上的造势晚会啊 说这个台底下都是劳工界的支持者 那据称啊 说是高雄18家总工会当中 有15家都加入了陈其脉的后援会 而且呢 在高雄的各家台湾公营事业单位的工会 几乎是全部加入 那想请问一下教授啊 这个是不是说明 民进党在劳工界长期经营还是有非常雄厚实力的 劳工其实它是一个利益团 我们不要把劳工看成是 好像说是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意识形态啦 或者有一个既定的这个立场 那么尤其是在台湾 那为什么这一次劳工会有这么多人站出来 去挺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 我觉得这个也不足为怪 因为这是一个地方选举 那我们想要跟劳工相关的一些政策啦 或者是一些措施啦 其实都是中央在决定的 比如像这个小英这个当选以后 他所推动的像什么一例一休啦 提高基本工资啦 什么这些政策 这些都是中央立法的这个问题 那么在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就算你高雄你选输了 我劳工还是需要你民进党在这个立法院 来继续支持我所希望通过的一些法案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执政党是民进党 所以劳工朋友当然没有理由去得罪这个执政党 那么尤其后面还有好几个法案啊 比如像有关这个派遣工的 这种管制的这种法案啊 将来还是需要这个执政党啊 来在这个立法院啊 来给他们来支持他们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想劳工这些组织 他表态去支持陈其迈 这个不足为怪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们这些组织的投人 这个表示了这样一个立场 你能够叫得动你下面的成员 这些真正在第一线 这个出卖劳力 出卖血汗的 这些人去认同陈其迈嘛 这个恐怕就不见得了 所以组织的支持 跟下面的这些成员 这第一线的劳工 是不是会转向去支持陈其迈啊 我认为这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好的 谢谢教授 谢谢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 那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演播室科主 好的 谢谢诗远 日前民进党籍民代邱毅盈 在台湾社交网络媒体抨击 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 提政见开黄枪而被外界抓包 就在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前夕 蓝绿双方围绕此事掀起了一场 你来我往的骂战 本周台湾大话王我们为您盘点这场所谓 射皇证件风波背后的蓝绿举例 10月28号台湾亚洲警察学会秘书长叶玉兰 在脸书上贴出了一张网络截图 自称是邱毅盈的人在一个拥有200位成员的社交网络平台群组内 发表多条有关韩国瑜的言论 指控韩国瑜发表证件开黄枪 事后证实当时操作涉事账号的就是民进党籍民代邱毅盈本人 而她指控韩国瑜发表的涉皇证件 应该是韩国瑜10月11号在姐妹挺韩国瑜后援会成立大会上所做的即兴发言 韩国瑜这番说法被邱毅盈解读为 老婆让韩国瑜睡一晚当成提供工作机会的报酬 但是其实韩国瑜说完了这话之后还补充了另一句 尽管韩国瑜当场就解释相关言论只是玩笑话 不过这番说法仍然被邱毅盈拿来大作文章 10月29号邱毅盈在陈其迈竞选办公室召开记者会 依旧态度强硬自认此事没有失言也没有做错 请你们去谴责韩国瑜 这件事情上面我没有失言我没有做错 这个证件赔税的证件是韩先生提出来的 该被谴责的人绝对是他不是我 对此韩国瑜29号在接受采访时 先还原自己当时的说法 表示邱毅盈对她的话进行了曲解和过度延伸 那邱毅盈委员他讲话应该有他的高度 他所形容到什么样一个内容跟状态 并不是我原来的本意 接着韩国瑜话锋一转直指民进党一向惯于抹黑操作 每天叫我道歉我为什么需要道歉我每一天都被抹黑每一天都在扭曲我的人格然后歪曲我的政见这不是我们台湾的价值是一个政党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要拿政绩牌而不是抹黑牌 邱毅盈对韩国瑜抹狂一事引发舆论哗然高雄市妇女会等妇女团体召开记者会谴责邱毅盈断章取义 邱毅盈认为他没有失言 邱毅盈认为他没有失言 因为很重要所以我要讲三遍 请所有台湾人民请所有高雄市民 用你们的智慧用你们的具体的行动 在11月24号时候告诉邱毅盈你是不是真的失言了 现在的民进党除了傲慢的嘴脸 嚣张的嘴脸更重要的是死不认错的态度 所以我们呼吁所有的选民 如果你认为有被侮辱到有被打击到 请11月24号用选票来告诉嚣张 跋扈傲慢的蔡英文政府他们真的做错了 面对蓝军和网民先起的强大攻势 29号下午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 在接受采访时不愿夺谈邱毅盈 只把炮口对准韩国瑜 提到说招商赔税的这种说法 他有讲过这句话侮辱女性 那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道歉有那么困难吗 招商他是一个对城市来讲非常重要 那韩主委以这种像江湖郎中卖药的这种方式 那我觉得当市长他应该要一定的格调 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志 也力挺邱毅盈 所以他应该为了转述失准道歉 这种鬼话是谁讲的 我们这个社会可以容忍这种鬼话 该道歉的 一样该受人民唾弃的是韩国瑜 要选一个市长 讲那样的话还有资格再选吗 我觉得大家 我觉得我们这次社会舆论 也应该给这样的候选人一点制裁吧 我把他比作聪明浪漫的令狐冲 放荡不期的令狐冲 那事实上就是说他只是一个空的壳子 10月30号邱毅盈的丈夫 台当局客家事务部门主管李永德 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挺身护妻 不会啊 我觉得他理直气壮 我觉得这个而且非常的精准 大家可以有一些不同理解 但是他用赔税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低估五路高雄人 所以我建议韩国瑜的真的 你要想清楚你是在耍马戏团 还是在选市长 如果选市长就一定要表现出 起码的责任感 六德委员护会她的自己的太太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 夫妻恩爱没有问题 保护她帮邱莹辯护 都是合情合理 我一点都不介意 但是对于我要打造高雄 为全台首富这样的一个目标 希望李永德委员能够正面来看 怎么可以用马戏团三个字呢 怎么可以用这么刻薄的字眼 你应该拍鼓双手赞成 而且要共襄胜举 提供各种心跟力 让我们一起来冲刺高雄 你怎么变得倒过来唱衰呢 对于邱毅盈赔税说引起的争议 前马英九办公室副秘书长罗志强炮轰 邱毅盈就是民进党的镜子 种种不入流的言行 反映的是民进党本质性的不入流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美国将于11月5号重启对伊朗能源和银行等领域的制裁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国对于与伊朗达成新的全面核协议持开放态度 伊朗方面则表示 美国的这一轮制裁对伊朗经济没什么影响 那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前景如何呢 时事评论员郭宪刚为您带来独家分析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选好钻六贵斧 全国连锁新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斧珠宝具名播出 本栏目由好事特约赞助播出 好事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当地时间11月2号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努母亲 一同发布声明宣布 将于11月5号重启对伊朗能源和银行等领域的制裁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稍后又表示 美国对于与伊朗达成新的全面核协议持开放态度 对伊朗实施制裁是为了迫使伊朗做出选择 当地时间11月2号晚 特朗普在白宫发布声明说 美国对于伊朗达成新的更全面的协议持开放态度 他表明我们的目的是迫使伊朗政权明确的做出选择 据报道 美国财政部将于11月5号 恢复在2015年签署伊核协议时取消的所有对伊制裁 范围涵盖伊朗航运金融和能源部门 这是特朗普5月决定退出伊核协议以来 对伊朗恢复实施的第二批制裁措施 美国财长努母亲透露 美方会对伊朗的企业和个人追加制裁 制裁对象超过700个 3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回应美国制裁 称与6个月前相比 这一次的行动对伊朗经济几乎没有负面影响 美方的做法是美国统治政权的重大道德和政治崩溃 它违反了伊核全面协议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法院的判决 它违背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意愿 忽视了法律人道和道德原则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13号表示 40年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峙一直在继续 其中包括美国发起的从军事和经济战争 到媒体战争在内的各种敌对行动 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 在这场持续了40年的对峙挑战中 美国一方被击败了 而伊斯兰共和国一方取得了胜利 就在美国宣布将全面恢复对伊朗制裁之际 伊朗国家电视台3号报道称 伊朗开始大规模生产第四代本土战斗机考萨尔 这是伊朗空军现代化改造卖出的重要一步 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表示 该战斗机项目满足了伊朗军用航空业最重要的需求 也是伊朗成功抵制和反击美国霸权制裁的标志 另据报道 美国执意推进对伊极限施压的政策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欧洲方面筹备设立的特殊目的机构于本月4号正式设立 这一机构旨在绕过美方制裁 延续与伊方的合法贸易活动 欧盟外交部门也在2号发表声明称 欧盟将继续维持与伊朗的经贸往来 保障伊朗石油和天然气继续出口 同日法国德国英国联合欧盟发表声明 谴责美国要对伊朗恢复制裁的决定 他们誓言将保护与德黑兰进行合法交易的欧洲企业 俄罗斯外交部3号也表示 坚决谴责美国的这一破坏性举动 并敦促美方立即重新审视其对伊朗施加制裁压力的政策 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称 我们反对任何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单边制裁 特别是当这些决定是在域外实施 并且涉及到第三国的利益时 就比如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声明还表示 尽管美国对伊朗实施了制裁 但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维护和扩大 与伊朗的国际贸易和经济金融合作 俄罗斯能源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 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不合法的 俄罗斯将在下周制裁生效后 继续与伊朗进行原油交易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郭宪刚先生 一方面声称要全面彻底制裁伊朗 一方面又给了八个石油进口国 临时豁免权 特朗普本人还放话说 美国对于与伊朗达成新的全面核协议 持开放态度 您怎么看待美国的这些动作呢 那么这一切都反映出 美国在退出伊核协议以后 它现在面临一种骑虎难下的局面 一方面它声称要把伊朗的石油进口 降为零 但事实实现不了 除了美国大部分国家都反对美国这样做 很多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 继续和伊朗做石油能源方面的生意 此外 像欧盟这些国家还出台了一些法律的措施 保证欧盟这些国家能够和伊朗继续做生意 那么同时国际社会联合国安理会都一再认可伊朗核协议的有效期 那么除了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 其他各方都坚持这个协议的有效期 这就使得美国是处在一个孤家寡人 孤长难鸣的地步 美国看到不可能使伊朗的石油出口降为零 因此他退一步 他说要给八个国家豁免权 着布的来达到这个目的 实际上他也是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另外美国他现在又提出要和伊朗签署一个全面的议和协议 也就是说他想以一个新的议和协议来代替他已经退出的协议 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要向伊朗继续保持压力 这个使伊朗能够屈服 按照美国的条件做出更多的让步 比如说伊朗必须放弃导弹的研制 必须停止在地区支持一些国家的和逊尼派的抗衡等等这些问题 需要伊朗做出让步 那么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他达成一个新的协议 就可以避免美国现在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所面临的这个窘境 这样的话美国就既得到了面子又得到实际的利益 又使得伊朗能够屈服于美国 这是他的如意算盘 但是到目前看来伊朗不买账 好的 谢谢郭宪刚先生 我们先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就伊朗局势的相关话题继续展开讨论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我们就伊朗局势的相关话题继续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 伊朗方面表示 与六个月前相比 美国这一次行动对于伊朗的经济几乎没有什么负面影响 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呢 伊朗的底气来自哪 伊朗这样表态也有一定道理 也就是说 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制裁 实际上并不像美国一开始想象的那样严重 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放入风来退出伊克鞋 要把伊朗的石油降为零的时候 我们当时看到伊朗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 伊朗的口气沉稳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的做法 对伊朗尽管经济上也造成了一些压力 使伊朗的货币里压而贬值 但是我们知道 并没有摧毁伊朗的经济 而且全球的其他的国家 主要的经济体都继续要和伊朗保持这种经贸上的往来 而且伊核协议也并没有废除 在这种情况下 伊朗的底气就很足了 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另外伊朗底气足的原因还有一点 就是伊朗看到目前美国对它的制裁形式和伊核协议之前的制裁形式有的截然的不同 不同点在哪呢 因为在伊核协议签署之前 除了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以外 整个国际社会由于联合国安理会有通过了制裁伊朗的一些决议 所以不单单是美国一家制裁伊朗 国际社会其他的很多成员也都在不同程度的限制和伊朗发展经贸关系 因此那个时候伊朗面临的不单单是从美国来的压力 而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打压的这种态势 那么现在不同了 现在只是美国一家单方面的对伊朗进行制裁 因为伊朗签署了伊核协议 而且大部分国家仍然留在这个协议内 因此伊朗现在面临的压力 其实比伊核协议签署前要小得多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伊朗在和美国抗衡的40年中 一直是面临着美国的制裁的压力 伊朗已经积累了很多反制裁的经验 伊朗的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不论从心理上还是经济上的能力 在这40年中也磨练出来了 因此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 伊朗的社会并没有发生大的动荡 伊朗的政府依然能够有效的掌控局面 因此这是伊朗政府在目前美国制裁下 显得特别淡定 特别沉稳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的 谢谢郭宪刚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观众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接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周五12点播出的海峡五棒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或许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gtv.net 或者是手机下载海部TV客户端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